好 我們看一下這裡 他說酸虛線中心在幾?在1-2 中心在這邊 對吧 有一個焦點是幾?3-2在這邊 好 這是中心 這是焦點 對吧 所以說對酸虛線而言 對吧 把它連起來告訴我 這條叫什麼?叫半軸 這樣行不行 各位 題目說什麼 他說有漸進線 來告訴我漸進線與灌軸加橋是幾度?30度 好 30度這樣上升上來 好不好 老師舉例 30度這樣畫上來 那這邊有一個30度上升 那這邊看它有另外一條漸進線 這邊也呈30度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這時候老師一直在強調 畫酸虛線時麻煩你大概大概 去畫一個盒子出來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去畫一個這個盒子出來行不行 所以說這大概看看可以得到什麼? 一個開口槽 右 還有一個開口槽 左的什麼線? 酸曲線是出來了 這樣行不行 行好 好 把這圖形畫出來 你觀察一下 第一個什麼行? 左右行 A平方分之H平方 減掉B平方分之Y平方等於1 第二個 中心坐標是幾? 屏幕說是幾? XCY自己-2 這樣行不行 第三個還告訴我C自己 這是1-2 這是3-2 這是1-2 這是3-2 告訴我差幾格? 兩個 所以說C自己-2 這樣行不行 最麻煩的是要把AB算出來怎麼算 來告訴我 題目說這邊夾角是幾度? 30度 這樣行不行 你看一下 這邊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這30度 對不對? 告訴我這邊是什麼軸? 冠軸 這邊是共二軸 冠軸殘是2A 所以說這邊是A 共二軸殘是2B 所以說這邊是B 你觀察一下 我是剛剛講過 這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這是幾度? 30度 它比例是2-1B 更好3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A比B 會等於更好3B幾? 1 試出來了 可不可以 所以說我去假設 A等於幾? 更好3K B等於幾? K 其中K是怎樣? 大概0 之後利用誰? 利用A平方 加3B平方 會等於C平方 3K平方加K平方 4K平方 會等於幾? 4 所以K平方等於幾? 1 對不對 所以K就是幾? 正負1 麻煩取正 行不行 所以說這時候 A就是幾? 更好3 B就是幾? 1 把它帶進去 行不行 所以得到A-12平方 3 減掉 Y減掉-2 Y加2的平方 可不可以 A自己 更好3平方 3 B自己 1 1 答案就出來了 可不可以 可以齁 那 所以說我去翻成4之後 題目還有求正交閒場 正交閒場自己 A分之2B平方 所以更好3分之幾 2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齁 把這邊把它看一下 OK